在这一个Diagram里面呢 他说ABC是三角形 AED也是三角形 AEC是一条直线 BAC BAC这一边是60度 然后AB是5 BC是8 AE是8.5 OK到这一边而已哦 这一个AE8.5是到这边而已啊 然后ED是15.6 还要你找EC的长度 so我们可以找 我们要找EC的长度呢 我们其实这个要用sine rule两次 ok so对面除对面等于对面除对面 我可以找到这个的角度 然后过后我用找到这个角度之后 我找到这个Alpha 然后再找Beta ok 我的Beta呢 就用Bepa减到这两个拿到 然后过后我再用罗伊斯Sine rule来找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那个 这个 呃 什么Sine alpha 除以5 等于Sine 60 除以8 所以我的Alpha呢 会是直接up sign 然后把这个绑过去 OK 我就有up sign 然后里面这一边 它这一个是Sine 60 然后挂5和8 然后再乘5 OK 这样我拿到是32.77度 32.77度 我拿到32.77度之后呢 我的Beta呢 就会是等于 那个180度再减掉这两个号码 180 减掉32.77 再减掉60度 ok 另外一个角度是60 所以我拿到的是87.23度 87.23度 OK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87.23度 好 在这一边87.23度 OK 然后接着我就可以找ac fersine beta 等于我的那个8fersine 60 所以我可以找到我的ac 等于8fersine 60乘sin beta 所以它就是8fersine 60 然后再乘sin beta beta 是87.23 87.23 OK 好 我拿到的是9.227 9.227 soac是9.227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那个ec 就会是等于这个9.227 减掉8.5 9.227减8.5 然后它拿到的是0.727 0.727 所以它的答案是0.727 ok 所以它的答案是0.727 so等于0.9227减0.85 等于0.727 等于0.727 然后它要找AED AED的这个角度 这个我给它beta 它告诉我area of AED 是54 啊 这个简单 这个是112AB size 我的area等于112AB size 所以它area是54 等于1122 然后8.5 是5.6 然后sine data 所以我的sine data 会是等于54乘2 然后8.5 然后是5.6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就有54乘2 然后8.5乘15.6 然后它拿到是这样 ok 这一个是 呃 然后我要找它的data data其实就是缴AED 等于AX5 0.814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直接shift sine answer 就可以了 我不用点到很麻烦的 所以我可以拿到它的答案是这个 但是在这一边 我们要小心的一样东西 虽然讲题目没有告诉我 它是obstive angle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说我看到这一个其实是属于obstive 它是90度到180度之间的 ok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不是它的那个角度 这个呢 我们叫它basic angle 这个是basic angle 所以它的这一个最后拿到的是54.54度 所以我的角AED 会是等于180度-54.54度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180度-answer 然后它就会变成125.46度 125.46度 对 所以它答案是125.46度 ok 啊 我觉得 这样的题目呢 不是一个好的题目来的 ok 呃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在看到题目的时候 它看起来很明显是超过90度了的哦 你要知道它就是obstive angle 然后obstive angle的话呢 你不要basic angle 然后百八简 这样 ok 然后 呃 我这一边的学校 蛮长处这样的类型的题目 你要自己观察 哎 这个是obstive 然后你要找百八简 然后不然你就整体错了 ok 好 接着我们来v的这个部分 它是3D的题目 它告诉我 Des哇 D 10 D 10 D 10 D 15 D 15 D Worlds D F D Esp D 15 D F D 41 D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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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很远的光打去那条线 照去我要的那个平面 产生的这个是它的影子 然后这个影子跟你原本的那条线之间 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影子跟那条线之间的那个 就是你要的角度 OK 所以在这一边它其实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这一个是Opposite 所以我们有度光 Tangent 所以我的tangentβ等于over a 7% 所以我的data会是等于uptangent 7%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就有uptangent 然后7% OK 然后我拿到的是34.99度 34.99度 34.99度 这个是第1个 第2个 它要的是fae fae fae fae的时候呢 我们 啊刚刚我为了节省位置 我没有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 其实我现在把它画出来了 我这一边有 1 d a 这个是7 这个是send 这边这样 这个是beta 然后刚刚这个是opposite 这个是addition 这个是我hypotenus 是长了 长了ae这一边呢 我用bitech send 是7 send 所以我就有sqrt of 7 sqrt 加10 sqrt 这个用bitech 然后拿到也是sqrt 149 这个是sqrt 149 然后我的这一个ae是sqrt 149 我的这一边 我的af 其实也是 sqrt 149 所以我的ae 这个就是说我的ae 等于我的af 都等于sqrt 149 然后这个是beta ok然后我现在要的是fae fae 你有心理想你的fae是一个等级三角形来的 这个是a 然后这个是f 这个是e 然后 我的ae跟af都是sqrt 149 sqrt 149 ok 然后 他这个是8 然后他要的是fae fae是这个角度 so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用cost rule ok cost rule的话呢 他就是 什么8sqrt 等于sqrt 149 sqrt 加sqrt 149 sqrt 然后-2 sqrt 149 然后sqrt 149 然后他是 cos data 所以我的这个cosdata呢 就是等于 这个是sqrt 149 sqrt 149 加149 -8sqrt 和 2sqrt 149 乘sqrt 149 其实这个就是直接149罢了啦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会是等于149 加149 -8sqrt 然后2乘sqrt 149 sqrt 149乘sqrt 149就是149 所以他是17 149 ok 所以我的data呢 就是我的这个脚 fae呢 会是等于 accos 17 149 所以我们 在计算机这一边我直接 shift cos Answer 等于 我就拿到答案了 38.2 38.38 38. 38.26 3 4 99 对 我的答案正确 OK好